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前小時候是很苦 我要吃一條蟹籽也很困難 我沒有咖啡皮膚的時候 我也沒有穿一項會怎樣 我自小時候就是這樣散過來 之後我們銀館那裡 以前都有沙草火鍋店 我就去了沙草火鍋店 形形澀澀的人很多 不好的習慣都一直學習 反正跟別人搬家 跟別人結婚 全部都來 因為我以前就很辛苦 難得我現在可以過了 我怎麼沒有快樂一點 有一個師姐 她在說慈濟 剛開始我就想說 要不去桌子 要不搬家 所以我不願意進來 可是後來公公婆婆住院 我的朋友的先生生病往生 那時我才跟媽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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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 要讓人生這個不少 我們如果沒有經濟來煮很多 這樣我會睡過我的一生 我第一次仿視印象最深刻的 是個阿伯 門廁開我就口了 因為裡面味道真的有夠差 他就是中風都在臉上 而且以前夫人整個都是黃金 我給他現他的鍋子 已經卡一片都黑黑黑 咳咳咳 裡面還生白痘 那根本不是人要吃的 看得很心疼 其實我以前苦 也是有人這麼苦 那時候就發現說 我的肩膀給人家靠一下 是我最大的希望 聽到雙人說幾位 人生只有使用錢 沒有所有錢 讓我很大的警惕是說 把握我們現在可以做就趕快做 可以幫助人就趕快幫助人 讓人家快樂是最有福的人